那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川普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一窥川普1月20号以后他准备宣布的那个方案 结果呢福克斯采访了他的国安顾问沃尔兹呢 做了三点的表述吧 他这番话我给的归纳成三点 第一点 川普非常明确的表示我们需要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怎么谈判 到底是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短期的停战 一定给我停下来 这是川普现在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另外一个呢 他认为我们和现任政府直到1月份 所有的合作非常顺畅 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有我们的对手认为让一个政府和另一届政府 可能在交接上产生对抗产生矛盾 他讲你们错了 我们现在合作的非常顺 他已经和沙里文啊什么的一直在共同的工作 沙里文他们的思路啊都做什么 他们都现在都已经完全进入了 这是第二点 说到第三点就让很多朋友遗憾 沃尔兹在福克斯的节目里强烈谴责拜登授权乌克兰使用 美国远程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的决定 我们原来一直猜测 拜登呢和川普两个人交接 搞了一个两个多小时的会谈 也就是在那次会谈之后 拜登突然给了这个许可证 那是不是川普同意的 那你看川普的身边人 他现在在福克斯强烈谴责这个决定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川普可能也不太清楚 当时也没对这件事进行表态 可是他前边又讲 他没有和沙利文他们一块合作 现在呢是完全无缝衔接 也不要再指望我们有冲突 大家体会里边有一点小的矛盾 这是美国目前的一个表态